俄羅斯是大家心目中的戰鬥民族 那到底在羅曼諾夫王朝時代的俄羅斯戰士 是否會騎著紅利戰鬥? 當時的沙皇又是用甚麼兵器呢? 除了軍事力量之外 沙皇還會用甚麼方法令神民敬伏呢? 其實在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政策之前 俄羅斯這個橫跨歐亞的大國 在文化上依然是受到拜占庭和近東一帶的影響 那即是哪呢?即是今天的土耳其附近 尤其在武器造型和裝飾風格上 就更加表露無謂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深入沙皇的兵器庫 看看這個戰鬥民族究竟是用甚麼來打仗呢? 打邊爐要有煲 打仗當然要有刀啦 這把這麼有波斯工藝風格的馬刀 就是俄國皇宮送給沙皇 阿列克謝米哈伊諾維奇的禮物 這兩馬刀長一米左右 刀身擁有明顯弧道 在馬背上使用 一出竅就可以順勢一斬投入戰鬥 厲害吧? 不管這把由烏枝鋼製成的馬刀 刀柄的不同部位就傷了各種寶石 到竅每個護環還有金釘和鑽石 就連配帶都用法郎裝飾 整把刀就是一件寶石工藝品 看完就知道這把馬刀只是用來做儀仗軍器 Show off 沙皇的威權 而不是用於上陣殺敵 至於這隻熊呢 是不存在的 真實的戰場當然是騎馬打仗的啦 貫徹他們的風格 加上騎兵是當時最重要的兵種 馬上的裝備 當然講究 就以這個馬鞍為例 看壽工就知道它是17世紀中期 伊斯坦堡頂級工匠傑作 可見當時的軍用器具依然深受土耳其風格影響 而在俄羅斯的兵器庫 不難見這一類圓鎚 難道連雷神都是戰鬥民族的一份子 其實戰鎚是16世紀初期俄國騎手常用的武器之一 為何會用盾氣呢 是因為對方如果穿著厚厚的盔甲 都是插不入的 大頓氣就可以隔著套盔甲扣兌手血 但後來當盔甲因為火氣開始普及而適微 戰鎚也漸漸退下火線 成為儀仗兵器 就好像這把裝飾精美的青金石圓鎚 其實只是儀仗物品 象徵軍事指揮的權力和威信 除了軍事之外 在古代社會 宗教和政治關係都很密切 軍權神授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即是說你要做皇帝必然是神所允許 俄羅斯是奉東正教為國教的 所以沙皇登基要由總主教來主持 在仮面典禮中 會將不同的聖物授予沙皇 還要幫他查聖誘 代表他是由上帝所高立為王 由於登基儀式充滿了宗教色彩 所以在登基大典上會用很多具有象徵意義的聖物 就好像這個配戴在沙皇禮服上的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大約在一六八二年的時候製成 亦即是彼得一世和伊凡五世一起登基時 不說你不知 這個十字架的背面 原來還畫了彼得一世的主保聖人 仕途彼得的聖像 而這幅聖像圖 就描繪了古代拜占庭皇帝 君士坦丁大帝和他媽媽凱倫娜的全身像 他們分別站在十字架的兩邊祈禱 畫家創造這個傳統題材的時候 就加入了阿列克的米哈伊諾維奇和他的皇后 跪在身穿製衣 頭戴主教官的人像 就是當時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大牧手尼康 沙皇民武權威兼備 成就了他們統治這個世界最大版圖的皇國 成為人所共之的戰鬥民族 如果你對戰鬥民族的歷史有興趣 就千萬不要錯過 香港文化博物館 聖耀王權俄羅斯皇家真品展 請教人 彷彿